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看到某地能放烟花的新闻后,我马不停蹄地就拉着行李箱赶到了目的地 落地时间恰好是晚上,街边许多拿着小字花的青年正笑闹着合影拍照 我眼眶湿润,觉得自己终于赶上热闹 当即将东西放到先前订好的酒店,出门在路边买了一个特大号烟花筒 然而,我没想到人倒霉起来,不管身处哪里都是一样的 烟花是十点从一个老太太手里买的 人是十点零五被包裹岩石的特警抓的 被抓时,我的烟花甚至还没有发挥她该完成的使命 一同被没收的,还有口袋里高价买来的打火机 彼时,我正抱着烟花筒和特警小哥一起坐在警车里 看着对面眼眸低垂的男人,我欲言又止 这位同志,我坐了一下午的高铁 对面男人恩了一声,问我说这干嘛 我情绪一崩,随即掩面痛哭 你等我放完你再抓呀 我打火机都是花高价从路边小摊买来的 五块钱啊 那可是五块钱 男人没理我,转头朝向了另一边 他没有说话,但他最后的眼神好像在骂我有病 车子一路开得平稳 等他放缓车速停下来时 我看见车窗外明晃晃的特警支队四个大字 那几个大字光彩照人 差点闪下我近视了两百度的眼睛 嗯 新年第一晚就进了看守所 未来可期 我被带进了大厅 接待我的是个笑容柔和的女警察 看见我时她先是一愣 随后再看到我怀里的烟花后 了然一笑 新的一年想放烟花情有可原 可在市区放很危险 发生火灾的几率可是交外的好几倍 我点点头主动将烟花上交 我看新闻以为这里让放 我连打火机都没打开 女警察有点惊讶 她接过烟花筒仔细查看了几眼 然后有些疑惑地抬头看我 不应该啊 你没有放那抓你回来干什么 我眼神麻木 你别问我 求你去问问那个抓我的小哥 最后我被安排在了一个会议室里 女警官给我倒了杯水 说等寒队回来后给我个说法 我接过水杯 问他寒队是谁 女警官笑了笑 行动队队长就是带你回来的那个人 我点点头 哦了一声 这一等 等到我喝完了两杯水 并跑了一趟厕所回来 刚推开会议室的门 就看见一个身穿运动卫衣的男人 坐在女警官身边 面容俊朗 见眉心目 是个不可多得的帅哥 虽然坐着 但看样子不低于185 这一瞬间 我仿佛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嘿嘿 我好像要恋爱了 然而没等我饭完花吃 女警官就似有所感地转过了头 看见我回来 她连忙笑眯眯地伸手指着男人道 快过来 这是含蓄 你们应该见过了 我 这恋爱不谈也罢 有了女警官的中间调节 事情解决得异常快速 对于此事 含蓄给出的原因很简单 杀鸡紧猴 杀的是我 紧的是我身后那群想要放烟花的人 我心头一梗 差点没忍住给他来上一脚 然而这件事如何算都是我的错 不得已 我咬咬牙忍了下来 事情的最后 是以含蓄对我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法治教育而结束 从会议室出来时 时间已经接近夜里11点了 女警官一脸歉意地将我送出门 我们含队这人向来说话不中听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我摇摇头 说我没关系 反正天高路远 怕是这辈子也见不到了 然而 我的倒霉程度远不至此 第二天晚上 在偷偷买了两根加特林里花炮后 我又被逮了 偏偏是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了熟悉的人 距离上一次被逮 中间隔了不到24小时 含蓄在我身旁站定时 我手里的李花炮依旧没有点着 大概是认出了我 他与其淡然地打了招呼 好巧 这声好巧听得我冷汗直冒 下意识地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 我搂紧怀里的李炮 好巧 韩警官你管辖的范围挺大呀 怎么哪都有你 韩蓄似乎笑了一下 嗓音中带着浓浓笑意 也不大 只是每次你都恰好自投罗网而已 没有例外的 我依旧被没收了所有东西 又一次坐上那辆警车 我竟有些莫名的熟悉 这一次接待我的 还是那名女警官 见我抱着李炮进来 她有些不可思议 又是因为烟花 我诚实地摇摇头 朝她扬了扬怀里的加特林 这次是因为李炮 女警官撕了一声 脸上写满了恨铁不成钢 依旧是长达20分钟的法治教育 但与上一次不同 这次我的身旁 多了一个女警官作为旁听 科普完知识 趁着休息时间 我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为什么每次都只抓我 明明放烟花的人有很多 含蓄看我一眼 眼神中带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因为这么多人里 只有你是站在原地等我们抓 有道理 下次我也跑 因为是第二次 出了会议室后 我被带去大厅 开了一张罚单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一共交了200元的罚款 从警局出去 送我的依旧是女警官 似乎很害怕 我再一次出现 站在支队门口 女警官语重心长地 拉住我的手 听话 我们不要再尝试放烟花了 再这么杀鸡警猴下去 你就真该秃了 看着手里印着200元数字的罚单 我眼含热泪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再罚下去 钱包都别了 这一夜带上交罚款的钱 我一共损失了250元 烟花注定是不能放了 我毫无留恋 随即搭上最近的高铁 准备回家 前脚刚上车 后脚好友李一的电话就打过来 烟花放的咋样 不提还好 这么一提瞬间窝火 我冷笑一声 提到这个我就来气 刚来就碰到个火炎了 我差点住进警察局 电话对面惊呼一声 咋回事 请你详细说说 我情绪激动 恨不得把所有细节 都跟他复述出来 说话间高铁进站 我撂了句回去详说后挂断了电话 大概新年期间客流量增多的原因 我提着行李箱 在人群中动弹不得 好不容易挤进车厢 连忙拿出口袋里的车票找座位 幸运的是 我的座位占地极好 极远离人群 还靠近车窗 找到位子时 我旁边位子上 已经做了一个年轻男人 脸上戴着眼罩 看样子似乎正在小气 我犹豫在三后 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好 我的座位在里面 请你让一下 青年摘眼罩的动作一顿 随即我听到一声耳熟的轻笑 是你呀 五块钱 熟悉的眉眼 熟悉的嗓音 熟悉的毒舌 我不敢置信 觉得自己真的摔身附体 韩警官 你怎么在这里 韩旭弯了弯嘴角 过年了 当然是回家 我恍惚的嗓了一声 吓死 我还以为他觉得不过瘾 专程来车上抓放烟花的呢 韩旭起身 要帮我放行李 我连忙摆手说不用麻烦 但我敌不过他的力气 便在客气的拉扯了几下后放了手 其实最主要是我身高不够 放不上去 然而 即便韩旭主动帮忙 我依旧如坐针毡 警察和被他连抓两次的朝阳群众 这样的关系怎么想怎么尴尬 但显然 韩旭并不这样想 他收起自己的眼罩 笑着问我 这么快就回去了 不再看看当地景点 我诚惶诚恐 逛过了感觉没啥意思 就想着赶紧回家 韩旭若有所思 哦 我还以为你是不想碰到 我这个活阎王呢 我 韩旭 我不是故意要听你打电话 只是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在你前面 跳车 我要立马跳车 这个世界已经容忍不了 我再待下去了 气氛一时间陷入尴尬 韩旭看上去心情不错 而我僵着脸 用脚趾使劲抠地 我不敢再说话 也害怕他再继续打话 所以我假装很困 打算闭眼装睡 然而一开始确实装的 但后来是真来了困意 再一次醒来 时车已经到站 我迷茫睁眼就看见了 韩旭那张满是笑意的脸 我大脑蒙了一下 随即便看见他肩膀上 一片显眼的口水印 身旁恰好有一对老夫妻走过 其中的老太太 看见我连声夸奖 这一路她一直想办法护着你 小伙子不错 你一定得把握住 我惊慌失措地慌忙解释 身后是韩旭低沉的笑声 下车时 我得知韩旭与我不是一路 我心情大好 连连与她挥手道别 有些疲惫地回到家 正好赶上老爸老妈出来送人 看见我 她笑眯眯地招呼我过去 也不顾我手里的行李箱 随即将我推到那中年女人面前 这就是我闺女 怎么样 条件不错吧 那中年女人打亮了我两眼 随即乐呵呵道 哎哟 这小妮子长得是真好 你放心 我绝对能给你找一个靠谱的 看这两个人聊得越来越起劲 我皱眉退到我爸身边 这位是 我爸 红娘 我大惊 可我今年才二十四 我爸眼神同情 你妈管你几岁 我 回家第二天 我被火速安排了相亲 所有的反对皆是无效 我和相亲对象 成了微信好友 我有些尴尬 不知道该跟这人聊些什么 是对面掀开的头 SWAT 你好 我是钱蒙 我看着那名字 半晌后僵硬地回了个你好 那边似乎正守在手机旁 在我的话发过去一瞬间 便马上回了消息 SWAT 红娘应该跟你说了吧 我家有点小钱 我希望我们结婚以后 你就在家里给我生孩子 我不喜欢女儿 只想要儿子 SWAT 我每月给你两千块钱 肯定够你拿去挥霍 婚房我们一起贷款买 但我是男人 所以房产证上只能写我的名字 SWAT 对了 我爸妈家是贫困户 所以财力我只给八千 但是你家有钱 所以这赔价必须八万以上带辆车 最好是宝马 因为我喜欢宝马 明明满屏中国字 可我这会 却怎么也读不懂里面的意思 我摸了半晌 伸手回了他一句 暖阳面面 大哥 我是你的相亲对象 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 你要许愿 你上庙里去行吗 估计是被我噎住 过了许久 那边才匆匆回了一句 SWAT 那我们明天还有必要见吗 我想回一句不见 可回想起老妈威胁的话语后 还是捏捏的回了句当然见 对面似乎没想到 我会说这句话 回了句那好吧后 匆匆下线 第二天 我准时出现在约定好的地点 红娘说那人手里拿着一只白玫瑰 我找了许久 却没有找到人 正准备打电话时 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 韩旭站在我前面不远处 似乎在等人 今天的她 穿着一身花衬衣 与初见时的一身正气不同 此时的她 像一个张扬的花花公子 硬着头皮思索良久 我这才走到她身边打了个招呼 韩警官 好巧啊 韩旭大概也没想到会看见我 愣了一下后随即说了声好巧 她看着我问道 怎么来这里了 买东西 来相亲的 我扬了扬手里的白玫瑰 没有办法 家里逼得紧 文言 韩旭的表情有些莫名 在我疑惑的眼神中 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白玫瑰 我也一样 我恍惚的看她 潜猛 韩旭淡定的点头 是我 我和韩旭面对面坐在了咖啡厅里面 她看着我手里的玫瑰花不说话 我看着她身上的花衬衫 说不出来话 最后是我先一步打破沉默 我有见识一直搞不明白 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模样 她点头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我沉默一瞬 所以你为什么要说自己叫潜猛 只是想避免不必要的相亲 含旭淡定的喝水 毕竟出门在外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我恍然大悟 深觉自己受益匪浅 一场相亲 含旭的话不多 但也从未冷场 一直到散场前 我们的关系似乎更进了一步 准备回家时 韩旭十分绅士地要送我 我想也没想点头答应 出租车也挺贵的 能蹭一个是一个 她开的是一辆越野车 上车前 我不经意间看了眼车标 木马人 这还是个有钱的主 韩旭开车异常平稳 不知怎地 我猛然回想起坐井车的经历 谎神之际 旁边开车的韩旭突然开口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问这个 但还是如实回答 帅气多金 最好温柔体贴又顾驾 韩旭轻轻地笑了一下 随后又问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撕了一声 转头打量韩旭一眼 工作稳定 长得又好 总体来讲还不错 除了说谎不打草稿以外 对于我的夸奖 韩旭似乎很受用 这一路 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断过 活像个笑面虎 到家下车时 她笑着喊了声我的名字 姜茶茶 既然我们都被家里催婚 我帅气多金也顾驾 你考虑要和我试试吗 我呼吸一致 差点一口气呼吸不上来 指着满脸笑意的韩旭 我皱紧眉头 你好自恋啊 头一次见这么自己夸自己的 韩旭 那天最后 韩旭说要追我 一开始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直到源源不断的花束 被送到家门口 我这才反应过来 她似乎是认真的 对于这种猛烈的攻势 老妈显然比我更受用 韩旭这小伙子真讨喜 我妈喜滋滋地抱着花 恨不得一朵一朵 看清花瓣上的纹路 每天送来的花上 都还沾着露水 一定是订了最早的那批花束 我翻了个白眼 心想您这夸也不夸不到点子上 花是花店人员采的 东西是外卖小哥送的 这花上有露水 再怎么也夸不到韩旭的头上 我把这想法吐槽给我爸时 他万分赞成 就是那姓韩的小子玩的都是我当年剩下的 你妈居然还觉得她浪漫 真没品味 我哼笑一声 说我不信 结果换来我巴一巴掌 晚饭时 我妈神采飞扬地告诉我 让我邀请韩旭来家里吃饭 我点点头 略显敷衍地说我尽量 大概是看出我的心不在焉 她面色刷得一黑 将查查我告诉你 你也老大不小了 如果错过了这个金龟婿 你也不必进这个家门了 听见没有 莫名其妙挨了一顿骂 我心情郁郁地回到自己房间 拿出手机 我将我妈的话如实转达给韩旭 大约过了十分钟 那边发过来两张图片 都是照片 一张上面是一张黑卡 一张上面是一辆宝马车 我回了个问号 问她发这个干嘛 SWAT 第一次去你家 准备个见面礼 SWAT 你选一个 还是都要 我有些复杂的 翻回到那两张图片上看了又看 打字时拿手机的手 都有些不稳 暖阳面面 韩警官 你是个警察 SWAT 嗯 暖阳面面 下次抢银行 记得叫我 SWAT 两个见面礼 我都推辞了 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妈心脏不好 受不了惊吓 所以韩旭登门这天 她只带了一些礼盒与水果 今天她没穿那身花里胡哨的衣服 而是重规重矩的穿了件黑色大衣 为了彰显尊重 我很早就被赶下楼来接人 所以当韩旭从车上下来时 我第一时间冲上去 要帮她提东西 不用 看出我的动作 含蓄两只手往旁边偏了偏 东西又不重 没必要 我原本就懒得动 随即就收回了手 进家门时 老妈异常热情 一张脸上笑叶如花 连我爸看了都在扎舌 你妈这不像是件未来女婿 倒像是为你找了个好买家 我站在一旁 表示赞同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对于这次吃饭 我妈真的很是看重 平常买肉 都要讨价还价的她 却做了一桌子海鲜盛宴 有了含蓄的加入 这一顿饭吃得很是激烈 烈的是 我爸拿出的珍贵好酒 激的是被亲妈说尽我幼时的糗事 吃饭见戏 得知韩旭工作的我妈 继续掏韩旭的家底 小旭啊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 你也知道 我们就着一个闺女 从小富养 长大吃不得什么苦 我看着对面的亲妈 难以置信 这种话是应该对自己闺女 刚认识几天的人说的吗 然而我妈没空理我 她在等韩旭回答 韩旭原本在吃菜 听见问题便抬起了头 她先是看我一眼 然后对我妈笑道 我们家是家族企业 依照目前来讲 就算茶茶挥霍 也绰绰有余 一句话让我妈转头 给她夹了一只大闸蟹 看着面色不改淡定吃蟹的韩旭 我肃然起敬 不愧是警察 说谎时这心理素质真的没法比 吃完饭 我领命送韩旭出小区 因为喝酒不能开车 她直接打电话等家里来接 站在路边等车时 韩旭皱眉看我 你从刚才开始就在看我 有话想说 我嘿嘿一笑 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学学 怎么样才能让脸皮更厚 韩旭文言先是疑惑地看我一眼 随后像是明白了什么 她凑近我 一脸认真 刚才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呕了一声 随后朝她勾勾手 示意让她弯腰 等人凑近 我严肃地靠近她耳边 那我也不瞒你了 其实我呀 也是个亿万富豪 只是后来受奸人陷害 家道中落 预知后事如何 威我五千 看看实力 韩旭冷笑一声 骂我有病 那天韩旭走后变得很忙 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我们聊天的时间 也渐渐变少了许多 一开始她白天的时候 还能听我讲讲八卦 后来渐渐地 只会在深更半夜 给我发一句晚安 如果不是鲜花 依旧风雨无阻地送来 我都以为她要放弃追我了 对于这种变化 我乐得清闲 便也渐渐地 不再主动跟她发信息 怕打扰是一回事 我突如其来的工作 又是另一回事 大学毕业后 我在一家杂志社 当外景记者 众所周知 记者这种职业 没有固定的假期可言 主编打电话给我时 我正抱着平板 追八点档的绝望的嘱咐 光听声音 我就知道她很激动 根据献报 李氏财团的董事长 现在就在你的城市 我配合着惊呼一声 然后继续追剧 主编似乎有些愤怒 将查查 这是难得的机会 可以采访到李氏当家人 你不应该立马动身去被采吗 我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兴奋 李氏财团 一直是业界最想采访的对象 奈何对方一直很神秘 从不接受采访 因为此 业界甚至还兴起了 谁能做得了李氏的专访 谁家就是最值得合作的对象的谣言 我不知道她的小道消息从哪来的 但我现在只想追剧 抬眼看了看墙上的钟表 我无奈叹息 大哥 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半 我深吸一口气 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 要回家准备睡觉了 你是想让我们的日报变夜报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顿 随后小声说了句抱歉 在国外待久了 都忘了现在国内是晚上了 行吧 那你明天再去 记得一定要早去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我瞬间 没了继续看电视剧的欲望 毕竟主妇绝不绝望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是挺绝望的 根据主编发来的酒店位置 我连续在门口蹲守了许久 然而两天时间过去 除了入住的旅客 我是一个有钱人的影子也没见到 就在我动得不停搓手时 消失许久的韩旭突然上线 SWAT 茶茶 在干嘛 不想打字 我随手回了个搬砖的表情包 韩旭很快领会我的意思 SWAT 假期还有工作 SWAT 什么时候结束 我去接你 我看了看动得通红的手 随即给他发了个定位 暖阳面面 现在来吧 我不想努力了 韩旭来得很快 看见他车时我已经被寒风吹得睁不开眼 上车还未坐定 对方就递过来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怕你等太久 只买到了这个 似乎来得有些急 韩旭的风衣领子看上去有些凌乱 上次看你很喜欢吃甜的 我擅自做主要了拿铁 我接过咖啡 鼻尖都是浓烈的奶香 说不感动是假的 这人简直太周到了 怎么现在还在工作 韩旭将车启动时 看了我一眼 不应该已经放年假了吗 我摇摇头说资本家的迫害通常体现在假期加班上 韩旭显然听懂了 他皱着眉语气不太好 假期是国家给予公民的权利 你有权拒绝加班 我说没办法拒绝 毕竟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韩旭没说话 甚至于整个过程中看也没看我 我被韩旭带到了一处酒店 见我用防备的眼神看他 韩旭无奈叹气 这里是吃住一体的饭店 我只是想带你去吃个饭而已 我缓了口气欣然前往 这家餐厅并不大 看上去很是温馨 最主要是 韩旭似乎是这里的常客 因为服务员看见他时便询问是否 还是同以前一样 我寻思着可能就是平常的家常菜 谁知等菜端上桌 我还是没出息的咽口唾沫 帝王蟹 三文鱼 澳洲龙虾 鲍鱼羹 我拿出手机给韩旭发过去一条消息 暖洋面面震惊我全家 你平常就吃这些 韩旭疑惑的看了我一眼 但还是老老实实回了微信 Sword 嗯 是不合你胃口吗 得到肯定答复的我异常兴奋 暖洋面面 韩旭 要不我们还是不要谈恋爱了 那边沉默良久 Sword 为什么 暖洋面面 谈恋爱没前途 我还是任你做大哥吧 对面又是很久没回信息 我连忙发了一个大哥的表情包过去 然而微信却提示我 对方已不是我的好友 韩旭的声音从对面传来 我先拉黑一会 让你冷静冷静 我 一顿饭吃得我仇富心里爆棚 饭后散步的很长时间里 我都没再理会韩旭 他也不生气 只是静静的跟在我的身后 走了许久 等到肚子里的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 我转头看向韩旭 考虑的咋样 如果你不需要小弟 我也可以当舔狗 你一个月给我五十万 我保证把你舔上高位 韩旭似乎有些受不了 恋上难得的有些失态 你为什么就这么执着这个 谈恋爱我也可以给你想要的 我撇撇嘴说那不一样 韩旭问我那不一样 我故作深沉的摇了摇头 做小弟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跟你混吃混喝 但做男朋友不行 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 韩旭有些意外 你有喜欢的人了 是谁 我抬头看向了遥远的海面 一时间有些怀念 算是我的竹马 他叫李奎 我没有骗他 我确实有个竹马名叫李奎 但轻为竹马是真 喜欢却是假的 我妈这一辈子 向来喜欢夸大其词 但唯有一句话她 从不骗人 我确实是从小被抚养长大的 但那已经是我们家破产之前的事了 在我家还是赫赫有名的豪门世家时 李奎就住在我家对面 我经常见他一个人待在院子里 略长的头发将眼睛挡得死死的 大约是性格不好还特别胖的原因 即便是家里有钱 他依旧在学校受到很多欺负 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流行超级女侠 身为跆拳道黑带的我替他赶走了那些霸凌者 之后我身边就多了一个小尾巴 这一根就跟到了我上初中 但是过了不久 李奎就跟着他爸妈出了国 再加上我们家家道中落 我们便再也没见过 你真的喜欢 韩旭打断了我的思绪 那个李奎 我仰头看他一眼 肯定了他的想法 没错 我这辈子非他不嫁 韩旭没有说话 只是看我的眼神带着莫名的光 我被安全地送回了家 韩旭走前当着我的面 将我的微信从黑名单里拉了回来 对于我的请求他绝口不提 只是临走前嘱咐我最近天冷出门要多穿点 回到家里 老爸老妈已经进入梦乡 轻手轻脚地回到房间 我看见窗外的韩旭依旧没走 转身坐在床上 我一时间竟有些失落 其实一切的不喜欢都是借口 毕竟除去偶尔的毒舌 韩旭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了 我就是单纯觉得我配不上他 我依旧会每天去蹲守李董事长 蹲守间隙就和韩旭聊聊天 对于我的执着蹲守 韩旭从不过问 他只是在我每次结束之后 开车来接我去吃饭 一开始我还能厚着脸皮安慰自己 只是工作刚需 毕竟人是铁饭式刚 可一连用了好几次这理由后 我陷入了迷茫 只是扑空一次就算了 次次扑空就真的离谱 在又一次蹲守失败之后 我忍无可忍的给主编打个月扬电话 大哥 你的小道消息确定准确吗 我是真的很窝火 我已经蹲了他五天了 连个毛都没看见 电话那头 主编的声音有些飘忽 啊 哦 你说李奇啊 没事 你再等等 我有些不明所以 直到身旁的韩旭小声提醒 按照推算 英国现在的时间应该是凌晨三点 我默了一瞬 时时悟地挂上电话 笑死 比起潮行主编 我更想活着 放下手机时 韩旭递过来一杯热水 你找李奇干什么 我没多想 觉得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好奇心泛滥 接过水杯 我替他答疑解惑 我们杂志社想给他做个专访 奈何大老人太难找了 韩旭点点头 若有所思 彻底清醒的主编 给我回了个电话 他的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 这几天辛苦你了 我一会给你包个红包 你就好好歇歇吧 我被这话惊了一下 难不成他觉得我能力有问题 所以想借此开了我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主编 我上游老下游小 你要是开了我 我以后可咋办啊 电话那头静了一瞬 随即开始骂骂咧咧 你呀是不是有病 要不是看在李奇主动联系我们 我真就现在把你开了 他这话弄得我有些迷茫 李奇愿意接受我们的专访了 主编冷哼一声 还得多亏你 要不是看在你每天坚持不懈的过去找人 还真搞不定 我 可我连人家的面都没见过呀 最后 在我问东问西想要厘清头绪时 主编终于受不了我了 总之 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我们 你就好好在家陪陪父母吧 电话被挂断 我的迷茫却无人解答 但值得高兴的是 我不仅多了一笔钱 就连美妙假期也回来了 不管怎么说 李奇她是我永远的神 工作忙完 我又开始无事可做 每天除了睡就是吃 闲来无事 我再一次把目标锁定在了八点档的狗血电视剧上 这一次不是绝望的嘱咐 而是进阶版的猎沙吧嘱咐 就这样过了几天悠闲日子 在小年的第二天 我接到了韩旭的电话 查查 我妈想见你 我从没想过 我和韩旭会发展到见家长的地步 所以当韩旭拉着我走进那幢金碧辉煌的别墅时 我紧张的差点当场跪下 既紧张韩母为什么见我 又惊讶于韩旭的家事 没想到啊没想到 我以为她说的家族企业 是哄我妈的玩笑话 却没想到她只是在陈述事实 只是这种紧张 在进屋的一瞬间被冲淡了 不知为何 从踏进屋子开始 韩旭看起来比我还紧张 将我带到客厅入座后 她凑过来小声道 我爸很爱这种装修 你姑且忍忍 哦 原来是觉得丢人 我大方地嗨了一声 并告诉她 这并不丢人 我要是你爸 绝对装得比这还过分 想当初 我可是把自己的屋子挂满了钻石 我们刚坐下不久 韩母就从楼上下来了 我瞬间绷直身体 等待好戏将至 在我的印象里 所有灰姑娘想要进豪门 都会被恶婆婆拦在门外 我甚至都想象出 她拿着一张空白支票 让我离开她儿子的场景 期待的挺直腰背 我笑着看向那个离我 越来越近的身影 自愿赠予的合同 我已经提前你好了 只要她一拿出支票 我就让她签字 到时候只是失去一个含蓄 但同时我又可以拥有好多钱 然而事与愿违 支票我还没见到 却等来一个韩母热情的拥抱 茶茶 好久不见 这一句好久不见 险些把我的CPU干烧 看着韩母热情洋溢的笑脸 我说话的声音都有些结巴 博 博母 我们见过吗 我 你李仪 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见我还是认不出她来 韩母急得直飙东北话 哎呀妈 这小年轻的记性咋就这么差呢 说着她一把拉过身旁的韩旭 那你还记得她不 我吞了口口水 小心地点点头道 认识 韩旭吗 毕竟那是我拼死想认的大哥 烧成灰我都认的 我话音刚落 就看见韩母痛心疾首的叹了口气 不怪你 这小崽子确实大变样了 认不出也正常 说她现在的名字你可能没印象 但以前的名字你绝对记得 说着 在含蓄逃避的眼神中 我听到了一个重磅消息 这小子还没改名之前 叫李逵 我曾试想过和李逵的100种重逢场面 却没成想 现实愣是给我凑出了个第101种 彼时 我们正坐在后花园的长椅上 面面相去 看着她一会轻易会子的脸色 我冷笑一声 没有什么要解释一下的吗 韩旭一改往日毒舌 这会儿竟然紧张得有些磕磕巴巴 她似乎是在组织语言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呼出一口气 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韩旭低头想了想 随后看了我一眼 就你第二次进警察局的时候 我看见了你填的资料 我咬了咬后槽牙 又问 认出我了为什么不和我说 韩旭摸了摸下巴 露出一抹笑 以往的形象太差 我总得维持一下现在的形象 我有些疑惑 你要维持什么现在的形象 韩旭能是什么形象 当然是高富帅形象 为了这个帅气多金还痴情的人设 我真的吃了蛮多苦的 她不要脸的话语属实 把我恶心了一把 我呸一口 说去她妈的形象 韩旭皱眉撕了一声 接着一巴掌拍在了我的后脑勺上 女孩子家家说什么脏话 怎么好的不学光学坏的 我 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横财 我失望而归 临走前 韩母拉着我问 我们的感情如何 她是不是就快要抱孙子了 我有些为难 想直接跟她说 其实我跟韩旭没有关系 结果我的话还没说出口 身旁的韩旭突然将我拉到了她的身后 你别吓到她 我们想要慢慢来 在韩母我都懂的神情中 我被一把拉走 坐上回家的车 我有些恼火 谁跟你要慢慢来 我拒绝你拒绝的 还不够明显吗 韩旭文言轻笑了一声 可你拒绝的是韩旭啊 我现在是李逵 我可记得有人说她非李逵不嫁呢 我被她这言论给气笑了 转头看向正单手开车的韩旭 我简直满脑子问号 就算小时候认识 我们也就总共见了这几面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执着 没有想象中的气急败坏与翻脸 她只是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包含了太多陌生的情绪 我下意识地扭过头看向窗外 这一趟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 不欢而散 韩旭直到走的时候都一句话也没说 看着逐渐消失的越野车 我有些头疼的叹口气 就在我思考着如何跟我妈说含蓄的事情时 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茶茶站在这里是在等我吗 来人西装革履 干净柔和的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郁闷的情绪立马烟消云散 我喜出望外 周子卓 你怎么来了 国外的事情办妥了 周子卓倾笑点头 嗯 我的朋友并不多 除了李依依 剩下完的比较好的便就只有周子卓了 和我们的工薪家庭不同 周子卓是实打实的官二代 我们两家属于亲戚关系 她妈妈是我就老王娘家大姨的表亲的外甥女 李依依曾惊讶于周子卓为什么会和如此远亲的我玩到一起 我认真思考了一宿 把这归功于我的个人魅力强大 大约是刚下飞机 我在她的身边看到一个黑色的行李箱 嗯 已经解决了周子卓耸耸肩 随后递过来一个礼物盒 给答应你的礼物 高兴的接过盒子打开 里面赫然是我期待已久的钻石项链 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 手中的盒子却突然被一只大手抢走 我下意识地伸手阻拦 抬眼却发现 抢盒子的竟然是去而复返的韩旭 没等我开口说话 一旁的周子卓先一步开了口 似乎是很意外 她的语气中带着少有的惊喜 韩绍你怎么在这 韩旭文言冷冷看了她一眼 你是 周子卓笑着伸出手 我是周子卓 上周刚与你母亲谈了合作 本想着那天专程上门拜访 没想到现在这里碰到你了 韩旭没再接话 她只是冷着脸看我 语气中满是嫌弃 她就是你拒绝我的原因 我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没好气的抢过她手里的盒子 咬牙切齿道 说什么屁话 按备份 那是我二大爷 韩旭文言脸色一僵 一时间气氛尴尬的 我都替她着急 好在这人确实心太过瘾 只是沉默了一会儿便恢复了往日的状态 只是这次她绝口不提刚才的笑话 周子卓倒是不尴尬 似乎对此习以为常 眼看着给我妈的礼物安全送达 周子卓简单地说了几句 就要开车回家 临走前 韩旭罕见地主动出击 加了人家的微信 他们勾肩搭背地说了几句话 但因为离得太远 我啥也没听清 但看韩旭春风得意的笑容 光彩也知道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直到周子卓的车渐渐消失 我这才转头看向一旁脸色红润的韩旭 你不是回家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韩旭文言有些不好意思 她抬手绕挠头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总觉得不说出来 心里不踏实 我点点头 那行 有啥话现在说吧 韩旭让我等一会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有些破旧的超人模型 表面的油漆已经氧化的不成样子 我好奇地问她 这是什么 超人模型 是我自己做的 韩旭似乎是在回忆 脸上带着怀念 小时候因为外形缘故 我经常受欺负 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做一个超人模型 他一定就可以保护我 我听得饶有兴趣 所以管用吗 韩旭看了我一眼 我小时候被欺负的有多惨 你不知道 回想起小时候被欺负的束手束脚的韩旭 我有些同情地拍了拍她 毕竟是科幻电影 当不了真的 韩旭听了我的话 却摇了摇头 也不全是无用 见我疑惑看她 她轻笑地指了指我 至少她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 江茶茶 从你第一次向我伸手那天开始 我就喜欢你 这份喜欢就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你 无关其他 我曾经在某音看过一个热帖 当一个帅气多金的189帅哥 对你深情告白 你会不会答应 我曾大言不惭地跟李一说 如果真有这一天 我做梦都能笑醒 所以那天晚上 我果断地答应了韩旭的表白 去她娘都配不上 被表白的那一刻我就是最美的 成功配对的第二天 韩旭以准女婿的身份 又一次踏进了我家的大门 这一次她没带礼物 倒是带了她亲生爸妈 客厅人满为患 韩爸和我爸正谈笑风生地下国际象棋 韩妈和我妈正热火朝天地聊着八卦 我垂死病中惊坐起 拉着韩旭躲进厨房 干什么 你妈对我们在一起的事情反悔了 韩旭叹口气 颇为无奈 能不能想点好 我摇摇头 欲哭无泪 好不了 韩旭我告诉你 想甩了我 没有几百个W休想 韩旭冷下 脸来凝了我一下 将查查你放心 我身价上亿又专情 除非你不要我 不然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甩了我的 我文言白了他一眼 你这话跟谁学的 反正我是不相信你直尺还直的韩旭 会说这种话 果然 听了我的话 韩旭脸上一红 周子卓 他说这样会显得我又帅又深情 我没忍住 又翻了个白眼 他俩凑一起 果然没什么好话 但不得不承认 周子卓多少是了解我一点XP的 他好土 我好爱 新年刚过 我和韩旭的婚事被定了下来 我妈找人算了日子 说明年初八是个一嫁娶的好日子 我倒是无所谓那一天 便随他们定去 因为工作单位复工 我不得不提前赶回去 韩旭和我所在的城市不一样 我们只得在车站分道扬镳 韩旭牢牢叨叨的不停叮嘱我 生怕我会亏待自己 我择了一声 只能应声 上班的日子依旧无聊又苦逼 主编从英国出差回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我十分关心 这种关心体现在时不时的问候中 例如 茶茶呀 你家不会是隐藏的世界首富吧 又如 茶茶呀 苟妇贵物相忘 我 当主编又一次悠悠问候过我后 我受不了了 看着主编 我难得的有些惆怅 主编 您觉得我像有钱人吗 主编文言一顿 他明显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随即摇头 其实也不太像 谁家有钱人每天吃炒米粉啊 我 怎么着 您是看不惯我特意来侮辱我的事吗 然而没等我发火 主编突然又捏了下来 可为什么李奇这么关心你啊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字眼 看着主编 我觉得心惶惶 李奇关心我 关心我什么 主编文言更丧气了 关心你每天心情如何 中午吃了什么饭 有没有男人骚扰你 说真的 主编看我的眼神诡异中 带着一丝怀疑 如果李奇不是个女的 我都怀疑她对你图谋不轨 我 复工第三天 专门跟踪报道李奇的同事 因病住院了 主编盯着我看了许久 最终选择让我顶替接下来的工作 因为是去现场采访 我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进度 便匆忙前往 目的地是李氏财团的主公司 离我们倒是不太远 到地方时李奇还没有开完会 前台领着我们去了事先准备好的办公室 主编看上去有些紧张 从进屋开始就一直不安的走来走去 我有些不解 老大你很紧张 主编紧皱眉头 我在想 一会他如果想我要你 我以什么理由报警 我嘴角一抽 忙说你这是多虑了 主编不听 他依旧不安的走来走去 这一情况 直到李奇和他的秘书推门进来后 有所改变 这一次 坠坠不安的人变成了我 因为主编口中的董事长 一进门就笑盈盈的 给了我一个熊抱 呜呜呜呜呜呜 儿媳妇我想死你了 主编 主编 采访异常顺利 有我这个儿媳妇的加持 韩姆该说的不该说的 全都抖了干净 说的全是商业机密 听得我跟主编却异常痛苦 进报消息寄了一本子 能报道的却寥寥无几 最后还是秘书出言打断了采访 他提醒韩姆仪会有一个重要会议 韩姆这才恋恋不舍的停了嘴 走前 他又抱了抱我 说别忘了这周六回家陪他们吃饭 我将硬帝点点头 目送韩姆走出了办公室 一时间 办公室里安静的吓人 我扭过头 看见主编目光有些呆滞 内心有些忐忑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 老大 你怎么了 主编却牛头不对马嘴地回了一句 以后公司里的财神像就先不供奉了 公司里的财神像是主编亲自从庙里求来的 听说开过光极其灵验 所以听到他这么说 我满脑子问好 为什么 主编咽了口口水 看我的眼神里满是奇异的光 直接供你吧 供你来钱快 我都想替财神骂你 周六我跟着休假的韩旭回了他家 韩姆对于我来异常兴奋 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 我吃得异常满足 连声夸赞韩姆好厨艺 饭后韩傅拉着韩旭下象棋 我吃得有点撑 便跟着韩姆去花园里消食 刚到后花园 一直笑容满满的韩姆突然泄了气 查查 其实我一直欠你一句谢谢 我受宠若惊 实在不明白 这句谢谢从何欠起 好在韩姆很快就给了我答案 谢谢你从小对小婿的照顾和爱护 说到这时 韩姆眼眸低垂 声音都不自觉地低沉下去 我们在韩旭很小的时候就去国外了 直到回来我才知道 她以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我摇了摇头 您并不欠我 您是欠韩旭一句谢谢 韩姆抬眼看我 什么 我伸手从口袋里拿出前不久 韩旭送我的超人模型 在很长一段被欺负的时光里 韩旭一直靠着这个支撑过来的 我以前以为她靠的是超级英雄 但现在看来并不是 我将超人的衣服脱了下来 抬手给韩姆看里面刻的字 爸爸妈妈 她靠的是对你们的感情和信任 韩姆捂着嘴气不成声 当天晚上 韩旭被叫到了韩姆的卧室 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只是再次出来 我明显感受到了韩旭的放松与释怀 那之后 我们的相处越发自然与甜蜜 韩姆含妇宠我无度 恨不得把所有的爱都砸我身上 我爸我妈稀罕韩旭 恨不得韩旭能给他们当上门女婿 每当看着我妈拉着韩旭 在邻居面前疯狂炫耀 我都忍不住和我爸吐槽 到底谁是他亲生的呀 怎么不见他拉着我到处炫耀啊 每到这时 我爸就会白眼一番 人韩旭智商高 情商好 倒是你 你有啥可炫耀的 这个家我是没法呆了 不过生气归生气 但我还是会为自己能找到 韩旭这样的对象而自豪 8月初 我和韩旭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爸将我的手交给韩旭的时候 我看见他眼里晶莹的泪花 我听见他小声跟韩旭说 对茶茶好点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小子 韩旭点点头说我会的 待我爸退场 我们的仪式照常进行 司仪穿着一身黑西装 语气郑重地请新郎说试词 韩旭拉着我的手 眼眸之中似乎有着灿灿星河 我娶你做我的妻子 我愿对你承诺 从今天开始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富有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我将永远爱你 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 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实 我轻轻点头 看待这人帅气多金还顾家的份上 那就勉强接受 至于忠不忠诚 就看以后表现吧 翻外 又一年新年 韩旭所在的特警支队 需要协助交警在警区值班 我闲来无事 打算独自坐车去找韩旭 到达支队的时候 所有人已经出警 门岗值班的大爷问我要找谁 我轻轻嗓子说找韩佳佳 韩佳佳就是当初接待我的女警察 大爷呕了一声 抬手打个电话 韩佳佳出来得很快 见到我她先是一愣 随即狐疑地扭头看向我身后 你这是 又被抓了 我撕了一声 说你会不会说话 韩佳佳笑了笑 将我带进了警局 还是熟悉的办公室 熟悉的布置 韩佳佳帮我倒了杯水 随后一脸八卦 听说你们准备要孩子了 我皱眉看她 你听谁说的 我这刚结婚才一年 韩佳佳黑黑一笑 我们韩队最近特别痴迷起名 队里都在传她想要宝宝想疯了 回想起这几天电话里 韩旭明里暗里的暗示 我沉默了好久 随后选择转移话题 对了 韩旭现在在哪 我去看看她 韩佳佳嗷了一声 果断地说出了地址 南门大街口 你直接扫辆车过去 十分钟就到 我扫了辆车 在韩佳佳路上慢点的嘱咐中 前往了南门大街 因为是新年 一路上张灯结彩 人多得要命 十分钟的路 我却硬生生走了半小时 到达目的地时 我看见韩旭正站在街口维持秩序 她的身前站着两个小姑娘 怀里抱着烟花筒 似乎正交涉什么 我走近时才听见她们的对话 女孩似乎有些着急 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我们也是看了新闻才来的 真的不知道不让放烟花 韩旭摇摇头 我已经提醒你们两次了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哟吼 这熟悉的情节 我站在不远处 看着那辆女孩拉着脸 被带走了 然而和我印象中的不同 她们上的并不是交警支队的车 而是上了旁边的公安警车 韩旭转身时看见了我 她扭头对着身边的人说了几句话 随即过来找我 对于我的出现 她很是高兴 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她的话 而是朝着警车离去的方向指了指 放烟花被抓 原来是要去公安局的呀 韩旭啊了一声 跟我扯皮 其实去哪都一样 我呸了她一口 神他妈去哪都一样 你是不是早就认出我了 韩旭黑黑两声 不说话了 沉默两久 就在我忍不住想要说话时 她突然牵上我的手 确实早就认出你了 可那时候你不认识我 韩旭说话时 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就想着重新认识一下也好 我们有了交集 总会成为朋友的 虽然早就猜到一点 但我依旧大受震惊 一开始我以为我们是 久别重逢后的一见钟情 却从没想过 是韩旭单方面的虚谋已久 我伸手给了韩旭一个脑瓜崩 听着耳边不满的嘟囔 我撇撇嘴 果然还是答应的太快了 早知道再矫情矫情了